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了这世界之后就创造了我们 而且让我们有了家庭 那么在这世上大部分人因家庭遇到了困难 所以很痛苦 那么每个家庭都不例外的 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一度在欧洲如此的兴盛 那么大家去过欧洲的人都知道 在欧洲有很多教会的建筑物 甚至很多教会的建筑物都是用纯金子度过金的 那么不见得说用纯金子度过金了 这个金子含量就很高了 欧洲尽管有这么多的教会建筑物 而且都是金光闪闪 富丽堂皇的 而为什么欧洲的信仰最终是暗淡了 信仰为什么都走向了落魄呢 为什么呀 那么好多教会说要在全福音 什么是假的教会 什么是真教会呢 传基督奥秘的地方是真的教会呀 哥勒西书四章三节我们一起找一下 好多人说传福音 我们传福音是要讲说基督的奥秘 传基督的奥秘 那么一个教会如果不承认基督 或者不认识基督的话 那都是假的教会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为什么始终在嘲笑上帝的话语 藐视上帝的话语呢 我们如果不能去天国的话 这一切都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正是在这凌晨 上帝帮助我 使我的灵魂去天国呀 西方亚十三章五节 我们每个凌晨来找到上帝 为的是使我的灵魂得救 为的是把好的祝福留给我的后孙 为的是使我的命运得到变化 我们国家的现实问题 都是腐败的问题 好多人因腐败收受贿赂 进监狱了 甚至做总统的 也因收受贿赂 腐败进监狱了 那么当今的世界都是这样的状态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呢 上帝告诉我们在哪里有财富呢 我们认识了上帝的奥秘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属于基督了 在基督里有智慧 在基督里有上帝的智慧 有上帝的知识 在基督里有一切的财富与宝藏 格罗西书二章三节呀 我们不传基督奥秘的话 全掳掠了灵魂 所以我们一定要只传基督的奥秘 格罗西书四章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为此被捆锁 阿们 那么好多人 以为自己在传福音 结果全 并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传呀 那么当今好多教会 有传基督的奥秘吗 我们传福音 只传基督的奥秘 而且求上帝 开传道的门 那么好多人都没有求上帝 给我开传道的门 自己以为自己讲 就是传福音了呢 那么大家在我们教会 有见过很多信徒 最终临终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多信徒在临终的时候 就呼喊 哦 耶稣降临了 耶稣降临了 临终的时候是如此的美好 如此的美丽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 我首先要能去天国呀 我首先领受了祝福 这时候家庭是平安的 我家庭都不平安的时候 说明我也不平安呀 因为这幸福 只有是上帝给我呀 罗马书四章六节 好多信徒痛苦 都是因为 自己的孩子不顺利 大家知道 扫罗王 扫罗王是被上帝使用过的 上帝高游他 而扫罗王因恨大卫 扫罗王 妒忌他的女婿大卫 结果扫罗最终 人落到自杀了 而且他的孩子全死了 跟随扫罗王的一起遭殃 撒姆尔记上 三十一章六节 做父母的 如果恨一个人的话 尽管扫罗 一度被上帝使用过 而当扫罗恨一个人 结果他的结局就很惨 那么在座的各位 当我们恨一个人 心里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恨一个人 就给自己落下了杀人的罪恶 那么如果我的父母 在恨一个人的话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的 做儿女的能认识罪 像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属于基督了 这时候上帝就 医治我 上帝就帮助我 所以不要抱怨父母 父母再坏也不能抱怨 格林德前书十章十节 抱怨只会 加速自己的败坏 抱怨的人 甚至会立刻死去的 所以千万不能抱怨 父母再坏 父母再不好也不能抱怨 因为各自的祝福 上帝已经为 所有人预备好了 只要我属于基督 上帝就使我和 祖上的罪恶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上帝改变我的命运 上帝改变我 上帝帮助我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这凌晨时间 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 也话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 那谁帮助我呢 上帝帮助我 我们认罪悉改了 我们认罪悔改了 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那么在这凌晨时间 如果能得到上帝的帮助的话 我的疾病能得到医治 我眼前的困难 就能得到解决 大家知道 亚当夏娃 自亚当夏娃 不听上帝的话语 被赶出来了 这时候 他的孩子怎么样了 他的孩子 相互残杀了 我们做父母的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是有兄弟有爱的 那首先 做父母的 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做父母的 要听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 儿女是平安的 孩子身上出问题 分明是父母的罪恶呀 那么做儿女的 还是要投靠上帝 上帝是全能的 只要我属于基督了 上帝能重新创造我 格林德后书五章十七节 只要属于基督了 我就成为崭新的新人 那这基督是什么呢 这基督就是奥秘呀 所以我们只传扬基督 只传扬基督的奥秘 那么在今天 我们得到医治吧 使我的问题得到解决 使我们越来越好 我们一定要去天国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好多人很着急呀 大家知道 耶稣带领门徒 耶稣亲自带领门徒 都要需要三年半的时间 而且是日夜三年半 所以这日夜加在一起 其实是七年的时间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有没有一宿的 向上帝认罪悔改过呢 耶稣就是上帝呀 菲律比书二章七节 菲律比书二章七到八节 耶稣是和上帝同等的 那么耶稣亲自带领门徒 也用了三年半的时间 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有把三年半的时间 献给上帝过吗 菲律对普通我平 牧师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上帝的话语 真的是太太对了 大家谁都别灰心 大家忍耐吧 一定要忍耐呀 上帝绝不说谎 上帝只会让我越来越好 上帝实现我的心愿呀 真切的祝愿 大家领受这一切的祝福 每个家庭遇到困难了 正值当今好多信耶稣的 为什么家庭还这么的不顺利呢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什么都没办法隐藏 上帝全知道 而且这世上 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 罗马书十四章六节七节八节 所以夸口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恶人呀 夸口自己的时候 说明我是个恶人才会夸自己 因为这世上没有一样是属自己的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一二 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 妻子的争吵 如雨连连低落 阿们 大家都希望家庭幸福 家庭和睦 那这一切 首先我领受了幸福 家庭就和睦了 雅各书三章十一节 一口井 怎么能诱出苦水 诱出甜水呢 不可能的 那么 雅各书三章十一节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一口井 不可能诱出甜水 诱出苦水呀 雅各书三章十一节 而当今韩国的基督教电台呢 随便讲说圣经的话语 有些人这么解释 有些人那么解释 良心死去的时候呢 自己犯了罪也不明白 良心死去的时候 自己犯了错也不明白 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了 我们就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使我的家庭得救 使我的国家得救 而且为那些不明白的灵魂 认罪悔改吧 代替那些人认罪悔改吧 这一定是能行的 那么昨天 我听了一个消息 大概年过五十 也有年过七十的 这些人 大概有十多个人吧 那么这些人讲话说 最近 说最近 地狱特别的受欢迎 那他们说 什么是地狱呀 整天就是跳舞 因为 在地狱的火里面 是滚烫滚烫的 所以 要跳舞 整天都在跳舞 就开玩笑这么讲话 那么朴牧师就 责备了他们 别的话可以随便讲 但是这些话 真不能随便讲 怎么能说要去地狱呢 怎么能说地狱是受欢迎的呢 这类话真的不能讲 什么叫传福音呀 我把一个朋友 带到教会了 这就是传福音吗 不是的 传扬基督的奥秘 使人认识基督 使人承认了基督 向上帝认罪悔改 这才是传福音呀 真言十三章十三节 上帝的命令 是让我们传基督的奥秘 传基督的话语呀 使人认识基督 使灵魂承认基督啊 那么据说 韩国的离婚率 都在增长 都达到40%了 那么我们的家庭 我的儿女 大家的儿女将来会 会成什么样子的呢 最近儿女都在顶撞父母 甚至不尊重父母 那么 好多人说 在世上的学说里讲 父母和孩子之间需要对话 那么 父母和孩子对话 就能解决问题吗 其实对话 解决不了问题的 世上的学说 世上的理论 看似很好 但是在实际问题上 是行不通的 我们人都是说谎的 罗马书三章四节 传道书七章二十节 我们奉上帝的名 做了好事 尽管做了好事 还会犯罪 因为我们心里总有罪恶 内心总有 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家庭不幸福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来听上帝的话语吧 明白过来 醒悟过来吧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愚昧的儿子 真言十七章二十一节 孩子愚昧 孩子遇到问题了 孩子不顺利的时候呢 做父母的 就生活中没有乐趣 在生活中就失去了盼望了 真言十七章二十一节 那么孩子不顺利的时候呢 父母很痛苦啊 真言十七章二十五节 而且往往母亲的心 更加的痛苦 那什么是愚昧呢 我们找一下诗篇一百零七篇 十七节 因自己的罪恶 导致一切都不顺利 因自己的罪恶 活在黑暗中 这就是愚昧的人 犯了罪 却不懂得恋罪悔改 这就是愚昧 不承认自己的罪 不承认祖宗所犯的罪 这时候就是愚昧的 好多人以为在这世上有了博士学位 就能代表这个人是有智慧吗 绝不是的 有再多的博士学位 自己的家庭也不幸福 自己心里还是有罪恶的 甚至也不承认自己的罪恶呀 那么大家知道 在美国呢 现在不怎么信赖当今的教育了 在美国有很多都是 在家里有home school 大家知道 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 他能考上律师 全依靠一本圣经啊 这圣经就是他母亲去世前给他留的 只有圣经的话是真理 只有圣经的话也是准确无误的 那么家庭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一个国家出一些问题了 有位母亲跟我讲 他的母亲 有位母亲跟我讲 他的孩子疯了 可怎么办呀 朴牧师就责备了他 赶紧来认识上帝的奥秘吧 以福所说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一个教会认罪悔改了 那才是教会呀 一个教会 多次就叫悔改属于基督了 那才是教会呀 如果不认罪不悔改的地方 那不叫教会 反而是在利用耶稣的名 出卖耶稣的名 为的是天充自己的肚子呀 罗马书十六上十七十八节 我们传福音 我们只传基督的奥秘 那么好多人去了教会 从来没有听过基督的奥秘 好多人去了教会 从来没有认罪悔改过 诗篇一百零七篇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欲望人因自己的过犯 和自己的罪孽 便受苦楚 阿们 因自己的罪孽 因自己的罪恶 就让我受苦楚 因自己的罪恶 导致我身上有了疾病 因为我的罪恶 使我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这些都是因为我愚昧呀 祖宗给我留下很多很多的罪恶 那么祖宗犯了罪的时候 孩子就愚昧了 所以我的罪恶得到赦免了 这时候疾病也能得到医治 诗篇一百零三篇三节 那么在韩国的教会呢 很多教会从来不认罪不悔改 光以为自己有能力能医治疾病 那可不是能力呀 那只是魔鬼的作怪而已 那只是巫婆巫术的作怪而已呀 根治疾病是我的罪恶得到赦免的时候 我彻底地向上帝认识悔改 这时候疾病也能得到医治啊 我们再找下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做父母的犯了罪了 做父母的犯了罪了 就会有灾难和咒诅 而这灾难咒诅就降在了儿女身上 使儿女愚昧 使儿女不明白过来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上帝是查看一切的 我的行为 我的想法 我的心思 上帝全都知道 视频一百三十九篇 那么在这凌晨我们来到主面前 为的是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 唯独投靠上帝的帮助 使我得到 使我获得胜利呀 这个凌晨来到主面前 向上帝认罪悔改 这时候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啊 只要能承认自己的罪 只要能认识到自己的罪 罪恶了 向上帝认罪悔改 这时候就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大家知道圣经的话语越加丰富 这时候就是爱 原音说二章五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大部分都是听不懂圣经的话语啊 甚至给大家讲再多的圣经话语 大家也不领受 也听不懂 不足的仆人我朴牧师 奉主的名 蒙主的恩典 走遍世界各地的时候 那时候我朴牧师也没钱 当时在日本 在日本吃一顿饭 饭都特别的昂贵啊 而且当时我们去吃面条 面条如果加点辣椒面 加一些小酌料都要加钱 吃两块萝卜也要交钱 我们以为在韩国加小菜 那都是免费的 那么其实呢 这人情 人情是害人的 因为人情都属魔鬼 人情是自己害死自己的 真言二十一章十六节 真言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人情不是爱 人情是恶 唯独上帝的爱是真实的爱 夫妻之间的所谓的人情 父母和儿女之间的这种情 这都是属于动物 这都是属于恶的 唯独上帝的话语是爱 那么上帝的话语 我顺从了 实实在在地顺从 实实在在地承认了 这才是爱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五十六节 我顺从上帝的话语了 就能使我领受这话语啊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 做父母的犯罪的那一瞬间 导致孩子变愚昧了 那孩子愚昧的时候呢 就什么都不顺利啊 大家知道扫罗王 扫罗王是一个国家的王啊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 那么 罗马书二章八节 分党结派的时候 并没有跟随真理呀 没有跟随真理的时候 我内心是属魔鬼的 所以我们要从罪恶中脱离出来 马太坟十二章二十八节呀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 做父母的犯罪了 父母一旦犯罪 孩子就受遭殃的 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犯罪了 爸爸犯罪的那一瞬间 孩子就愚蠢 妈妈犯罪的那一瞬间 孩子就愚蠢 为什么好多孩子在打父母呢 为什么好多孩子之间 互相残杀呢 那么当今很多人都因钱相互起诉 起诉的都是自己的家人 甚至都是亲兄弟 所以大家都警醒过来吧 自亚当夏娃犯罪 从伊甸园赶出来之后呢 亚当夏娃生的那两个儿子 导致是亲兄弟杀害了自己的弟兄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恶的 我心里有罪 内心都有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 传道书七上二十些 那么我的罪 我们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才能得到赦免 我的孩子不听父母的话 我的孩子做什么都不顺利 砸很多钱也不顺利 当今有很多人都很苦恼 哎呀父母再给孩子砸很多钱 这孩子就是没希望没出息 这可怎么办呀 我们不顺利 我们很痛苦 这都是因为自己的罪恶 这都是因为祖宗所犯的罪恶 除外集结二十章五到六节 那么我身上所残留的罪恶 我身上的一举一动 全是由祖宗的罪恶遗传到我身上了 那么当今好多教会 嘴上喊着主的名 诗篇三十二篇五节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要悔改祖宗所犯的罪 也要悔改自身的罪 才能遇见主啊 我要承认祖宗所犯的罪 就是我的罪 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才能遇见主 并不是说光嘴上呼喊主 就是遇见主了 如果我嘴上呼喊主 那我更要承认我的罪 我更要承认祖宗所犯的罪 就是我的罪啊 我奶奶的罪 我奶奶的奶奶的罪 这些罪全在我身上 求主饶恕我的罪过吧 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 才能得到主的帮助啊 诗篇七十八篇三十四节 一个人临终的时候是什么模样呢 越是有威望的哲学家 越是有威望的学者 临终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 甚至很有威望的学者 在临终的时候承认了 哎呀 我这辈子都在犯罪了 那这些罪恶 怎样才能得到饶恕呢 只有基督的保险 饶恕我的罪啊 只有四九段悔改 使我的罪得到赦免啊 我们承认我是愚昧的 我们承认我是愚蠢愚妄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都犯了罪 这时候导致孩子就愚昧 好多人说 哎呀 我可过不下去了 跟这个人我过不下去了 我心里有罪的时候 就想闹离婚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九章十三集 我们承认自己是愚昧的 我身上有罪 我却从来没有认罪悔改 我身上残留祖宗所犯的罪恶 我也没有承认 也不认罪不悔改 这时候导致自己愚昧 导致孩子愚昧 大家懂得分辨的时候 可以看电视 大家不懂得分辨的时候呢 看了电视 反而被电视里的内容 影响到 我们在这世上是懂得支配和管理的 并不是要通过世界的一切 把自己影响 好多人呢 自己都没有 分辨的能力 自己都不懂得分辨和 自己都不懂得分辨 然后呢 看了新闻 甚至看了一些电视剧 自己就被影响了 大家知道 前段时间看了一则新闻 爸爸妈妈喝酒了 爸爸妈妈一喝酒 导致他家的女儿也喝酒 而且喝得一塌糊涂的 那么电视上也在承认这种遗传的因素 那么每个家庭都不例外 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家庭的问题怎样才能根治呢 靠父母和孩子一起对话吗 那有些孤儿怎么办呀 这辈子没有跟自己的亲生父母对话过 学者所讲出的理论呢 仅是理论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大家都警醒过来吧 在这世上是没有根治的办法 因为我们人都是说谎的 我们人都是贪婪的 而我们却自己不承认呀 无论是孔孟子再大的人物 我们人都是说谎的 都是如同灭亡的处类 就认识上帝话语了 醒目过来了 承认自己罪恶了 这时候才能成为尊贵的人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 妻子的争吵 如雨连连低落 阿们 那么上帝再告诉我们 家庭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首先我要幸福的 我心灵幸福了 这时候家庭是没问题的 所以不要责怪身边的人 先来看自己 我幸福吗 罗马书四章六节 我有认罪悔改吗 首先是我要悔改啊 我认罪悔改了 才能成为义人 义人的心愿是能得到实现的 真言十字二十四节 所以我要做四节段悔改 我要承认我的罪 求靠基督的保险洗净我的罪 这时候夫妻关系自然就和睦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说明我根本就没有做四节段悔改 如果我真心的做了四节段悔改 我有一个怜悯的心 能怜悯对方 因为能承认啊 因为我导致我的丈夫这么的辛苦 因为我导致我的妻子这么的辛苦啊 在座的各位 如果我们抱怨 哎呀都怪我的丈夫导致我这么的倒霉 这么抱怨的话 反而会加速自己的死亡 抱怨的人是立刻死去的 上帝给我我的另外一半 是让我学会照镜子 我们有时候做了四节段悔改 认罪悔改了 那时 然后呢 一旦遇到妻子 一旦遇到丈夫 怎么突然更来气 更烦了呢 那么更烦 更来气的时候呢 赶紧认识到 哦主啊 我心里又有罪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吧 父母犯罪的时候 孩子就受遭殃 孩子就变愚昧了 这时候孩子什么都不顺利 那么 父母 大家知道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夫妻关系结怨结仇的时候 孩子很遭罪 孩子受遭殃的 那么父母 做父母的 都能认罪悔改 真心的认罪悔改 做四节段悔改的话呢 孩子心里是很舒坦的 上帝说了 一对夫妻 如果我的丈夫 不会认罪悔改的话 那做妻子的 你代替丈夫认罪悔改吧 这时候上帝也能医治丈夫啊 那什么是愚昧的呢 愚昧的是骄傲傲慢的 有罪的人都是傲慢 骄傲的 因为有罪的地方都是属于黑暗呀 原因是五章十九节 那么黑暗 真言十五章十二节 我属于黑暗的时候呢 就不来 不来有智慧的教会 去一些假的教会 大家知道在假的教会 是一片漆黑的 而且呢 导致身上有疾病 生了疾病也得不到医治啊 真言十八章十四节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犯罪的那瞬间 孩子就愚昧了 愚昧的时候呢 就没有爱 愚昧的时候呢 从来不承认自己的罪 而且很傲慢 很骄傲 所以没有爱 不懂得爱妇人 不懂得爱父母 也不懂得爱儿女 也不懂得爱兄弟姐妹呀 生命纪四章十节 上帝的命令 是让我们敬畏上帝 上帝的命令 是让我们学会基督的奥秘 让我们学会敬畏 让我们做四季段悔改呀 好多家庭写下了一些家训 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当成我的家训 这是多好的呀 我在听谁的话 这很重要 真言十五章十二节 为什么不爱听智慧者的讲道呢 当祖宗犯了罪恶 当祖宗犯了罪恶 我却不懂得认罪悔改的话 这时候我就成了愚昧的人 愚昧的人是傲慢 骄傲的 不爱听实话 不爱听责备的言语 那么不足的仆人 我却牧师 去过很多次日本 而且大概在十年前 就已经传了基督的奥秘 让很多基督徒 懂得认罪悔改 向上帝认罪悔改 传了基督的奥秘 这基督的奥秘 就是让我们认罪悔改的 上帝责备我们 这都是因为上帝爱我们 为的是让我们醒悟过来 让我们认罪悔改 传福音 只传基督的奥秘 哥罗西书四章三节 我心里有基督的奥秘了 我才能传基督的奥秘 我领受了基督的奥秘 我才能传基督的奥秘 罗马书四章六到九节 我做了四季段悔改 我领受了幸福了 我内心有基督了 我这时候是幸福的 我幸福的时候 夫妻关系就和睦 夫妻是一体 马太坟十九章四到五节 有些家庭呢 夫妻有一方特别的固执 以夫所述五章二十二节 我们找一下吧 以夫所述五章二十二节 做妻子的 对待自己的丈夫 如同像服侍主一样吧 那么做妻子的 就不愿意这么做 不愿意顺从上帝的话语 那不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 自己就受遭殃了 当我不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孩子先出事 所以这 社会的问题 这都是因为做父母的犯罪 导致孩子出问题了 所以做父母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认罪悔改吧 我再怎么是牧师长老 我不懂得认罪悔改的话 首先户坏了孩子 还户坏了这个社会 如果我真心的信奉主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更要承认基督的奥秘 更要承认自己的罪恶 向上帝认罪悔改 哥罗西书四章三节 而当今所谓传福音的人 都在利用耶稣的名 甚至在出卖耶稣的名 为的是求自己的利益 为的是填充自己的肚子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醒醒过来吧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当我们犯罪了 孩子是受遭殃的 所以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我没有认罪悔改 不是别人的罪过 是我的罪过耶 是因为我的罪导致夫妻关系不和睦 因为我的罪导致孩子不幸福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阿们 我们认罪悔改 我做了四季段悔改 我属于主了 这时候才能服侍主 我服侍主 我属于主了 我才能顺服主啊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八节 那么做丈夫的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丈夫也当爱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生子 爱妻子 便是爱自己了 阿们 不爱妻子的 就相当于不爱自己 那么 不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已经犯罪了 好多孩子们很痛苦 甚至很多人呢 总是在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那么 好多人很苦恼 好多人很苦恼 苦恼的时候呢 首先来承认自己的罪恶吧 我苦恼的时候 分明我心里是带着人情的 人情全要断开呀 人情是要断开的 我心里只紧紧地抓靠上帝的爱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我心里的心思 我的想法 上帝全都知道 大家知道 传道书八章一节 我们做了世界段悔改 我属于有福的人 认罪悔改的人呢 面相也能得到变化 为什么当今的世界 好多人看面相呢 在这世上有一种面相的说法 孩子操心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人中 这人中这边就有一个皱纹 那孩子不听话 孩子操心 这都怪父母啊 做父母的偏偏不认罪 做父母的偏偏不爱认罪 不悔改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到底在怎么生活呀 还在抱怨吗 首先来承认自己吧 首先承认自己的罪恶吧 我们做世界段悔改的话 首先使内心平安 使内心获得幸福 罗马书四章六节 这幸福 在这世上始终不明白 什么是幸福 好多人说 哎呀 我有心脏病 或者是肺不好 这都是遗传的疾病 好多人说 哎呀 我家庭有很多遗传的疾病 那这一切的遗传 都能得到消除 这些遗传都能得到医治的 当我的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全祸害儿女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说这个家庭 是什么样的家庭 这些家庭 就是在这世上 有各种各样的命运 有各种各样的命理 甚至有各种各样的面向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那无论是这一切 在基督里都能得到改正 只要属于基督了 这一切全能得到变化 那么当今的年轻人呢 都不考虑这一切 就按自己的情绪来 我高兴了 甚至就跟这个人结婚了 在这世上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而全能者全能医治 全能者上帝 医治所有的一切 全能者上帝 能解决所有的困惑 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拯救家族吧 我家尽了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呢 先不要责怪人家 先来看清我心里是不是幸福的 无论面对谁 我都要像服侍主一样对待 大家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丈夫了呢 大家是怎么爱了 怎么对待自己的妻子了呢 真心地照着主的话语 顺从的时候 孩子就幸福 孩子是 孩子是亨通的 我们要领受这祝福 我们呼喊阿们 那么在座的各位 上帝是全能者呀 在这世上是没有任何办法 只有上帝的话语 只有这上帝的奥秘 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只有上帝的话语 医治我的心灵啊 大家做了世界段悔改了之后 一定要学会忍耐 真言十章二十四节 我的最后得到赦免的时候 就能做义人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章二十四节 孩子不听话 孩子操心嘛 大家也别灰心了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 通过孩子的行为 来认识到自己的罪 代替孩子认罪悔改 代替孩子向上帝悔改 向上帝认罪悔改 甚至祷告吧 这时候 上帝就医治这个孩子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祝福 我们呼喊阿们 一个家庭里有残疾人 我们就说 哎呦 千万别跟这样的家庭结庆家呀 哎呦 那个家庭都是短命的人 哎呦 那可千万别跟那样的家庭结庆家 所以在这世上就看生存八字啊 什么看一些这种各种的面相手相啊 那么这一切对于我们都不适用 只要属于基督了 我是崭新的新人 和过去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我的命运曾经是什么样子的 只要我属于基督了 我就是崭新的新人 是新的开始 是新的生命 过去跟我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啊 真言十章二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 义人所愿的必蒙永远 阿们 所以首先我要成为义人呀 首先我要认罪悔改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遇到的困难 我自己改变不了现实的 我们再怎么找人对话 找人聊天 也没办法根治一切的问题 好多学者 好多心理学家 摆出的那些理论 自己都不适用 自己都一塌糊涂的 那好多人还追求这些 人的理论 人的思想嘛 为什么好多心理学家 自己的孩子先自杀了呢 只有上帝的话 是医治我的心灵 只有上帝的话 能根治一个问题 所以首先我要认罪悔改 我先承认基督啊 我先承认基督的保险 是赦免我的罪过的 我要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使我的罪得到赦免 使我做义人 我成了义人的时候呢 是幸福的 我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赶紧承认认识到 哦 我的悔改还是太欠缺了 有些信徒说 牧师啊 我整天认罪悔改 但是我的丈夫不认罪呀 那大家看到自己的丈夫 不认罪的话 大家去代替自己的丈夫 认罪悔改嘛 我代替我的丈夫 认罪悔改 我代替我的妻子 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也是听的呀 所以 存一个怜悯的心 能代替自己的丈夫 代替自己的妻子 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去赐福于我 大家千万不能抱怨 不能抱怨父母 也不能抱怨孩子 无论父母犯了多大的罪过 无论父母多坏 做儿女的 如果能认罪悔改 属于基督了 上帝就 医治我 上帝就使我和自己 上帝使我和我的 上帝就医治我 使我成为崭新的心人 使我和祖上的罪 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当今的世界 因自己的问题 因父母的问题 因儿女的问题 很是苦恼 怎么 越是苦恼 却找不到答案 在这世上 人讲的理论 那都是不适用的 上帝是让我们只讲基督的奥秘 而当今的教会 却不认识基督的奥秘 也不讲基督的奥秘 而上帝却让我们明白基督的奥秘了 感谢上帝的恩典 求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别再藐视上帝的话语 藐视上帝的话语 只会把自己推向败坏呀 我父啊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 使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的儿女做孝子 我领受了幸福 这时候夫妻就和睦 夫妻就幸福 这时候儿女自然就做孝子 这时候才能做爱国者 我父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在生活中 发出基督的光 把这基督的光照在身边的人 把这基督的光照给身边的人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此刻 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极致的爱 与圣灵赐予的交通 从今天开始 我领受幸福 而且夫妻 要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实的顺从 在下定决心的这每个心灵上 当我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孩子才不辛苦啊 顺从上帝的话语 做爱国者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在每一个这种下定决心的心灵上 这个国家上 每个家庭上 奉主的名祝愿 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们 在这种下定决心的心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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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你 在这种下定决心灵上 我会想到你 在这种下定决心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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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在这种下定决心灵上 我会想到你 在这种下定决心灵上 把对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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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